另外在汐止伯爵街底算住户不少 不過沿途的石頭人行道老舊已經出現了破損 就怕老人家一不小心提到受傷 所以在去年的會堪之後 現在全新的人行道已經完工 一元六正良也前往關心 並且表示新的人行道讓民眾行走的更安全 這是去年底會堪的情況 可以看到這一段算是石頭人行道 不過時間一久已經出現損壞的情形 不是裂開就是像這樣整塊壞掉 再加上附近的老人家不少就怕提到受傷 所以會堪之後 現在全新的人行道已經完工 整個換行 左邊的人行道你看 目前這個人行道通通做新的 還有花台 都是廖醫院爭取經費來 為我們整個伯爵社區建設 現在大家經過這邊的行人 有些帶著小孩經過 都說這個人行道鋪得很漂亮 那之前是石板施作的 那連結了非常的破損非常嚴重 那今天我們的總幹事還有我們的里長的反應 推車的啦還有推小孩子的車子啦 還有連長在這邊行走的時候 非常的不方便也非常的危險 那自從我們向公司反應之後 我們今天已經把它試做完成了 就從繫紙伯爵接近來一直到底的這個轉彎 處以帶離頭住戶也不少 但是之前石頭人行道走起來比不安全 現在太舊換新 議員廖正良也前往關心 而社區也反映在前面這處空間 能夠施作修行座椅 現在這邊長澤來到這裡 我剛才跟議員講說這個用爭取一點經費 再坐幾個椅子長澤在這裡可以休息一下 之前這個路旁有一些樹 那之前花台都沒有把它施作 那我們也接這個機會的時候 施作完成之後把這個花台把它施作起來 看起來就非常的整齊 那他們也建議就是說 在這個有一個空力的地方 是不是能夠施作加三個椅子 讓廉長到這邊的時候能夠休息一下子 能夠有椅子能夠沉重 我們儘快來把它徵集來施作 針對休閒座椅也將反映設置 而議員也希望有了全新的人行道 還給民眾平坦又安全的通行空間 九尘慧玲 細紙採訪報導